这边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下坡 这边是治疗这种各种疾病吧 从跌打损伤到人的各个身体内的这个器官 从外科到内科都有 饿了 现在感觉到饿了 今天骑自行车的时候因为骑的比较快 所以感觉腿还是有点酸软 以前我骑自行车的时候 刚来美国的时候 那时候感觉体能特别好 但是这三年多之后就不行了 其实每天接触的信息量是特别大的 只不过是你真正去表达的时候就成了一些碎片 另外也受这些场景的影响 就没有办法去把它这种平铺直序出来 也通过这种方式作为一种纪录片吧 记录一下2020年最后几天 旧金山唐人街的这个景象 整体来说这个氛围呢 现在逐渐的有点 我觉得应该是处于回暖吧 大家也都有点习以为常了 对美国这边大家其实也都觉得应该是群体免疫了吧 因为已经确诊的差不多两千万了吧 美国的人口是三亿啊 那么按照这个速度下去呢 他感染三千万只日可待啊 三千万跟三亿 十分之一呗 那就是说很快美国这边已经发现的十分之一的人口都感染了 对吧那么没发现的应该是大量的 包括我自己我都不确定是否已经感染了 只不过我现在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 仅此而已啊 但是大家还要加小些吧 昨天我爸发了一张图片上面标着很明显的这个信息啊 说如果两个人都不戴口罩 那么传染的几率非常大 如果其中一个人戴口罩 另外一个人也戴口罩 并且保持1.8米的距离呢 那么就不会传染 这个传染率为零 嗯所以大家就是多加小心吧 嗯都有一个很好的这个防范 啊谨慎一点 不要太大意 嗯因为人其实还是挺脆弱的 无论你感染这个冠状病毒还是感染其他的病毒 其实都挺难受对吧 或者人身体的哪一个部位出了问题都都不好啊 今天风很大 然后这边似乎人们啊又开始打福克了 我看到那边人们在打扑克了啊 然后有一些黑人流了汗啊 然后这边还有好多鸽子在这吃东西 是有人喂他们吗 他们在吃什么东东 他们在吃面包 在吃面包啊 还有小麻雀也过来抢 这个鸽子也是标肥体状啊 这个鸽子吃的 你们怎么不怕人呢 不怕把你们抓来当鸽子肉吃啊 看他一点不怕 一边吃一边咕咕咕咕咕咕咕叫 挺满意的样子 哎呦跑了跑了跑了 不抓你们不抓你们 不抓你们 虽然很想吃你们肉 但是不敢抓你们 这边小麻雀还跟他抢了 小麻雀也要跑 看样子 不抓你们 抓你们做肾 这个小麻雀叼走了 小麻雀刚才把那个面包扎叼走了 但是它的力量太小了 又掉了 就是 他们就是在这 挺好 你说这个冠状病毒 对鸽子应该没有影响 但是 据说它这个病毒 就开始从篇幅体内发现了 那么对篇幅有影响吗 篇幅体内有这个冠状病毒 他们不会感染吗 他们只是携带者吗 他们并不发病吗 啊 这样 好了 再见 拜拜 再见 再见 拜拜 拜拜 哇塞哇塞 这个好壮观 好壮观 哇塞 啊 这个真的很壮观 这个 啊 很壮观 全是鸽子 全是鸽子 成了鸽子们的天下了啊 再见 拜拜 拜拜 2020年12月28日 美国旧金山 唐人节 欢迎叫广场 再见了